好那我們現在來教第三課 就是第三個那個部分這樣子 好第三個部分我們終於要進入今天這個比較就是比較就是advanced的部分 我們今天早上的時候在教大家寫基本程式語言 基本上老實講就是好像也沒什麼用對不對 這個就否則這堂課學完就沒用了對不對 除非你還想繼續搞 那第二堂課教你用不同的方法解線性回歸好像蠻智障的對不對 我不會解線性回歸活得好好的啊 好我們現在來教第三節課了 第三節課我們現在開始介紹一下神經網路啊 這個神經網路就是我們人工智慧的那個預測函數 我們在此之前我們定義好了一個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預測函數有一個損失函數 只要兩個都是可微分 那我們就可以求出他的參數對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取得一個預測函數 但是我們一直還沒有告訴各位 我們的人工智慧 我們的神經網路 他的預測函數長成什麼樣子 這樣知道嗎 我們從來都還沒講齁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開始講 這個神經網路啊 他的歷史其實從1986年 非常非常久以前啊 1986年你們應該都還沒出生吧 對不對你們是幾年出生 1986了 唉呀我覺得我好老啊 對不對 我本來想說我1989已經夠年輕了 沒想到你們更年輕了 好沒關係我們繼續 這個 這個 就是當時啊 在1982年的時候 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 其中齁 這兩個名字叫什麼 我也不太記得 這個人叫Griffin Hinton 這個啊 這個 這個名 Hinton啊 這個 呃 我不知道這節課之後會不會常常看到他 但是我跟各位提示一下 這個人啊 現在大家就叫人工智慧之父 好不好 他不是只有1982年的貢獻啊 他之後貢獻還很多 好不好 1982年的時候 他提出了一個方法 來 建構這個神經網路 就是他提出了一個預測函數喔 好不好 那 他的這個預測函數啊 大概長了 欸這個預測函數他也有點超別人的 他提出了其實求解的方法 可是求解的方法我們已經會了啦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不講他求解的部分了 好不好 他提出的方法是這樣的 來 這個 原始的這個 這個我們就學一下 欸我們現在都學過神經學了吧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神經的結構 可以喔 好不好 神經的結構就是去 收集 去收集這個 呃就是 其他神經的電位訊號 收集完之後整合 然後如果超過threshold的 就輸出 對吧 標準的神經人架構 怎麼顯然數學是 大於 大於 就怎樣 大於就怎樣 講好籠統啊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第一代的人工智慧就是模仿這個神經元 他怎麼做咧 收集不同神經的訊號 他把它想成是收集不同的X 你有很多X當輸入嘛對不對 很多X當輸入 然後呢 每一個X就給他一個權重 所以然後加上一個input 這個 基本的就是1 1乘上w0 加上 x1 乘上w1 加上x2 乘上w2 加點點點 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叫wait song 叫wait song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那 當時這個 Frank這個人啊 他把這wait song弄出來之後 他神經 那個 剛剛不是講那個 神經訊號怎麼傳到 就是超過個threshold之後 就會傳出去嘛對不對 那他就給他一個step function 這個step function啊 是這個 大於0的時候 我就傳出1 小於0的時候 我就傳出0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就是我們的white heart 這樣他就可以預測一個 0或1的一個 呃就是 預測了嘛對不對 0或1 好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 這是1958年的 這個 感知幾 那個 人工神經元對吧 那人工神經網路是什麼勒 人工神經網路就是把很多個神經元 疊在一起 好 可是啊 來各位想一下 那疊在一起這個很簡單嘛 就是 我這邊input 就是一堆我要輸入的 呃自變項 或是我要輸入的特徵 那我這個h1 就是第一個人工神經元 h2就是第二個神經元 h3 第三個神經元 第四個神經元 第五個神經元 然後接著 他再經過一個 在 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經過一次運算之後 他再傳給下一個神經元 就是他有至少兩成以上的結構 叫做人工神經網路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來 這裡叫State Function對不對 Griff Hinton 他把它變成 人工神經網路 我們叫他多層感知機的時候 他這裡 把State Function 改成了 另外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啊 叫Sigmoid Function 這個function長成這個樣子 我沒有要教大家背這個喔 我只想告訴大家 這個function 是長 我找一下他的formula 他的formula長成這個樣子 好 他長什麼樣子不重要 為什麼他不用State Function 舉手 為什麼 1958年 這個 發展出來的人工神經元 是用State Function 那剛剛 我們在講說 這個人工神經網路 他跌了很多層之後 他不用State Function 改用Sigmoid Function 有沒有人要回答一下 可以 猜錯了也可以 在 你猜 你已經猜過了嘛 你猜錯我就把你移過來 沒關係 好不好 來 就是那個 是因為多對一 但多對一 顯然不是啦 啊沒關係 來 這個 陳二 來下一個 沒關係 不要害羞 這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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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人 有其他idea 來請講 我可以先問一個問題 好你先問一個問題 Sigmoid Function Sigmoid Function 對 它的輸出跟 Sigmoid Function 不一樣 Sigmoid Function 就是輸出0跟 Sigmoid Function 就是輸出0到1 所以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 因為它要在 它在 它下面還有更下游的神經緣 所以不能只輸出 你更加輸出 一個 變速 好不對 不是 來 謝斯佛等一下自己寫過來 好好好 等下一個乘2.5就好了 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來下一個 還有沒有問題 硬體設備 硬體設備 3.5 下一個 大膽的想法 大膽的想法 講啊 我更多提示一下好了 我剛剛在上 上一節課的時候 我不斷強調 一個觀念 可以微分 哎呀 來來來來 2.5差掉了 3了3了3了 好 我不是說你答錯了 我不是加0.5 是我幫你的0.5化掉了 你答對了 對喔 因為step function 不可以微分啊 你不可以微分 你整個函數組 怎麼用t2 現在這樣把球解 可以嗎 欸有catch到嗎 哎呀 謝斯佛你怎麼突然想到的 你剛剛 講的問題 你剛剛想的想法 不知道怎麼出來 你怎麼突然想到這個了 因為商傑克在講 因為商傑克我一直在講這句話 喔好 答案就是不可以微分 然後你突然翻 step function 是不可以微分的 對不對 啊 你看不出來 他不可以微分 微分是什麼 微分是前一陣斜率啊 喔他是 啊他有斜率嗎 喔 他在任何一個地方 他斜率都是0啊 嗯 這樣懂嗎 所以他不可以微分啊 這樣懂了 這樣可以齁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喔 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所以 所以 他就用這個方式 把這個 就是 就是把這個 欸這個 用sigmoid function 把不同的神經元把它連起來 並且把這一整組叫做人工神經網路 呃 英文名字叫 artificial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好不好 artificial就是人工 啊 neural network就是神經網路 好不好 不過啊 其實我並不是很喜歡這個名字啊 因為我現在喊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我覺得 我們之後交到好多東西也都可以叫做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這樣子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講說 我們現在在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什麼東西都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對不對 每個人都在講 好 所以 他其實是有一些正式的名字啦 不過我們先跳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實現這個 Hinton 他在1986年的時候 所做出來的人工神經網路 好不好 首先 先把data給讀進來 這個 這個部分大家到時候要跟著我做喔 所以你們可以先跟著貼了好不好 好首先我先把IRIS data讀進來 好 好 雖然一邊貼喔 還是要一邊看我的螢幕好不好 來 我全部讀進來之後 這個IRIS的這個data就不用我再介紹了吧 首先我先把 他除了第五個column以外的column 就是第一個到第四個column 是不是他的花瓣 跟花二的長度寬度 把它變成一個叫X array的東西 這個X array 它是一個4乘以150的一個陣列 這樣可以吧 接著 我產生一個Y陣列 要告訴他 現在這朵花是第幾類 那我們這個Y array 比較特別的是 它被重新編碼成 第一種花 它就是100 那第二種花 從第五十一到第100 就是第二種花 它是010 接下來 之後就是001 這樣可以嗎 啊你們看不懂這段程式碼沒有關係啦 反正你就知道它是怎麼編碼的 你要知道 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這樣知道嗎 output就是一堆0跟1的組合 input就是這個 它的 它有幾個這個 幾個就是花瓣長度 花瓣花二的長度寬度 這樣可以齁 好繼續 接著 我們要做一件很神奇的事喔 我們setseed等於0 這一句話 意思我要抽樣了啦 啊我抽樣之後 我1到150 我抽100個sample 當做training sample 我用哪些當training sample勒 我用第135個 第40個 第56個 一直到第42個 這些被我抽中的這100個 當做training sample 我現在在幹嘛勒 我跟各位講 我希望 用其中 總共150筆資料 我用其中的100筆資料 建立模型 建立人工智慧模型 並且用這個人工智慧模型 去預測剩下的50筆data 然後跟答案比對 看看我人工智慧模型 預測的準不準 這樣知道嗎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你們以前在學統計的時候 好像還不會把sample分兩個吧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代的人工智慧模型 從Griffinnton這個東西開始 這個 都太強了 你要他背考古題 他絕對背得起來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夠 直接考他原來的題目 我們一定要換一個題目考他 你這樣懂嗎 你現在在訓練人工智慧的時候 有點像是給他看考古題 給他看考古題 你不要考驗電腦的記憶力 好不好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說我們絕對不能夠用考古題 考他 你用考古題考他 他絕對記得起來 好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我們用 我們用 索引函數 把training sample 把它拉出來 這樣我們就會產生 training x array 跟training y array 還有test x array 跟test y array 注意這裡有負號喔 所以我不要 training sample 剩下的都要 這就是test array 這樣可以吧 好 副詞貼上 全部執行完之後 這個就是我的training sample 這就是我的test sample 等一下我要用training sample 製造一個model 誒 這是哪裡 這是上課 好 定義架構 來 定義架構 Data進來 接著五層三層對不對 剛剛線型回歸這裡 1是不是就出去了 現在是5 然後經過一個 喔 這裡我是用reli喔 哎呀 reliu這個函數是 這個 小於0的 我就把它變成0 大於0的 我就把它留下來 就保留原樣輸出 這個東西跟sigmoid function 無所謂啦 這個都可以互換的 這個 這個 肥褻主要的函數 一定要用 為什麼一定要用勒 因為 這個其實是一個矩陣相乘 大家感覺出來嗎 我現在把它用過來 這其實是一個 這是項鍊內積嘛 對不對 這裡項鍊內積可以嗎 會不會 會不會 有沒有突然出現 又出現一個陌生的tun 項鍊內積 我看到大家的表情 對不對 充滿了覺得 這個tun好像有聽過 可是有點忘記 他還創他小了 對不對 好 我跟你們講啦 你們可以把它降成 這樣過來 這是一個矩陣相乘 這樣過來 又是一個矩陣相乘 如果兩個矩陣相乘 中間沒有任何轉換 那乘兩個矩陣相乘一個矩陣 因為你矩陣有結合率嘛 這樣同意思嗎 所以我要堆疊神經網路的時候 一定中間要有飛行運轉換層 在這裡 我選擇的飛行運轉換層是redu 你們就照操就好啦 run 然後這樣子我之後再給他輸出3 為什麼 因為我的outcome是三個類別嘛 對不對 然後我的outcome三類別 是用softmaxoutput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有他自己對應的損失函數 這裡我們就不講了好不好 我們就是直接用他 我們到時候 我們在做 這個 我們到下一節課 我們要做這個model的時候 我們就是兩類 好不好 我們就繼續 好 我們這樣子 複製線上之後 繼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開始training了 怎麼training呢 training就在這裡 跟剛剛是不是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改喔 好不好 來 training 挖操 這怎麼會這樣 怎麼又這樣子 喔這裡要 欸 不對啊奇怪喔 這裡不是有改過了嗎 奇怪 為什麼有時候這裡 sarray有 有時候沒有啊 好神奇喔 好再一次 全部 全部 全部開始rump 他是不是開始training了 好 train完喔 train完這個model 是不是可以拿來做預測 這個ismodel 裡面參數很多 但是我現在不管喔 因為其實我並不需要知道裡面的參數在幹嘛 對不對 我現在只要用這個model就好 剛剛是不是有教過 用predict函數就可以用了 然後這個model 你是不是可以存出去 這樣喔 我就不示範怎麼存出去囉 好不好 我現在要用這個model來預測 怎麼預測咧 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用 我們用predict先放irsmodel 這是我們剛剛訓練好的model 再放我們testxarray 注意我剛剛是用trainxarray 跟trainyarray來訓練的喔 我們先用traintestxarray 然後我要做predict predict出來的y 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就是 是1的機率 是2的機率 是3的機率 1的機率 2的機率3的機率 2的機率3的機率 這樣懂了嗎 那我是不是選出最大值 這就是我要的預測 這樣可以嗎 怎麼選出最大值咧 我們先把他轉字之後 去問他 轉字之後的predictty 長成這個樣子 長成這個樣子 我問他maxcullen在哪裡 他就會回答我說 這個 D1112233這樣子 然後我把它存下來 這叫predictcut categorical 所以我簡稱cat 然後這個real的cat 就是我把testyarray 把它做同樣的步驟 這樣可以吧 好 predictcut 長這樣子 real的 長這樣 他有沒有接近 他有沒有很接近 看起來我人工之位 訓練得不錯對不對 不要一個對 我們有更好的函數 這個函數叫table table 這個函數 可以幫我 直接把它秀出來 predictcut等於1的時候 每一個都預測對 predictcut等於2的時候 每一個都預測對 predictcut等於3的時候 有兩個錯了 17個對了 所以預測的還蠻準的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現在 所做出來的 IRS model 好不好 到這裡為止 請大家先這個練習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個神經網路啊 這個剛剛 做那個神經網路 看起來好像 呃 就是預測這個花種類還蠻厲害的 可是我們現在要做圖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 做這個花的圖像這個 用這個 就是 花的這個 花二花瓣的這個長寬去 預測花種類 看起來做的還蠻成功的嘛 對不對 因為這東西很簡單啊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 我們剛剛 今天不是要做手寫 手寫數字辨識嗎 我們手寫數字不是有 下載那個檔案嗎 我們現在就來用它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做圖像分類了 我們剛剛 做這個 花的 預測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 模擬大腦 那我們現在要做圖像分類 我們除了模擬大腦 是不是還要模擬眼睛 對不對 那個 有沒有人要站上來 把眼睛怎麼樣 運作的 講清楚 身體有教嗎 有 好啦好啦 不要回憶了 因為齁 我想你們講出來的答案 對我來講也太深了啦 我也聽不懂 然後我直接告訴你們 我們只要把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你們講得太深了 我聽不懂 我只要把減藥的部分變成電腦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因為重點是要變成數學 對不對 其實 關鍵並不是真的你多理解眼睛長什麼樣 重點是它要變成數學 而且要可為分 對不對 剛假的半天就是要可為分 好繼續 這個 這個 在19 這個1962年的時候 這兩個人 他試著去幹了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這樣子 這是一隻貓 他就把他頭腦後面開個洞 唉唷我幹嘛這樣叫啊 對不對 講得好像在開你一樣 對不對 實驗 實驗很殘忍的 要不要去樓上 那個五樓以上好好 見習見習 這樣對不對 搞不好你做一個人一批的謝士伯 不知道殺多少隻了 對不對 謝士伯報的數字 報的數字吧 兩隻青蛙 兩隻青蛙 真的只有兩隻青蛙喔 對 你在張老師那裡 沒有殺個幾隻老鼠 都是細胞 喔都是細胞 喔齁齁齁齁齁 那殺死的細胞 這個很難 很難估計那束褲了 那我們來 這個 貓咪啊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他做了什麼實驗呢 他把貓咪的後腦開了一個 那個 他把那個兩個電擊 接到他的那個四神經那裡去 然後想要看他四神經的衝動 然後發現一件事情 他發現啊 欸 不同的四神經啊 似乎會對不同的這個 呃 很簡單的圖 就是線條 產生這個 呃 反應 舉例來說像 某一些四神經 他似乎就對 左上跟右下線條 無論他出現在哪裡喔 只要他的視野中出現 左上到右下線條 他就會很敏感 他就會產生 產生這個訊號 往後傳 有一些四神經 他對 右上到左下的視條 就比較敏感 無論他出現在眼睛的哪裡 那視野哪裡 他就會訊號往後傳 這暗示的我們什麼事咧 我們的眼睛在看的時候 似乎是不會管我們的絕對位置的 我們會看到只要我們的視野中出現的那個東西 我們就會產生神經衝動往後傳 這樣知道嗎 這個其實這個實驗給我們的這個邏輯這樣喔 那我們要怎麼設計成這個數學咧 我們來往後看 這是一張圖 圖是儲存成一個陣列形式對吧 黑白圖就是一個N乘Km乘1的圖對吧 這就是一個5乘5乘1的圖 這張圖0就是 0就是黑色 1就是白色 這個就是一堆數值嘛對不對 所以你們已經知道如何將圖 轉換成數值了對吧 可以嗎 用色碼就絕對沒有辦法變數值 但是用這個三圍陣列 絕對就可以把它表彈數值 那這個數值呢 我們就要產生一個這個黃色框框 這個黃色框框 我們叫它Convolutional Fighter 這個Convolutional Fighter呢 它可以對這個圖像進行連續的掃描 掃描去看什麼咧 掃描之後做一個成績 這個捲機器啊 它這個 它上面的數字大家可以看 是乘1 乘0乘1乘0 乘1乘0乘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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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乘1 所以它乘1的部分 是不是剛好是個XX 所以這個捲機器 其實在做全區的掃描 看看哪裡有XX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XX的這個地方 剛好是5個1 那它乘出來是不是就是5 如果只有4個 那是不是乘出來就是4 所以它把這裡 這裡有幾個1 XX的部分有幾個1 4個對吧 所以它乘出來這裡是4 這裡有幾個1 3個對不對 只有對角線 所以這裡是3 這裡有幾個 這裡是4 所以這裡是4對不對 依此類推 一直掃下去 你就會產生出一個特徵圖 這個特徵圖上面 數字越大 代表什麼意思 在那個區域 越符合那個convolutional fighter 想要找的特徵 你可以把convolutional fighter 想像成貓咪的神經元 那個貓咪的神經元 它負責 detect 某一種 簡單的線條 某一種簡單的線條 某一種簡單的線條 它掃過去之後 就會告訴我 在哪裡 可以有那個 那個簡單的線條 最match的 數字越大 代表越match 這樣知道吧 好我們繼續 如果今天我們有一張這樣的圖 負一是黑色 正一是白色 然後我們用這樣的篩子 塞下去之後 我們明顯可以看到 這裡是符合的 這裡是符合的 對吧 這裡是符合 這裡也是符合的 所以你看 塞出來的整體圖 這裡最大 這裡是1 剩下的地方都比1小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剛剛那是只有一個 卷積器的狀況 如果我們有三個卷積器 分別負責 左上到右下的斜線 還有XX 還有右上到左下的斜線 那我們這樣會產生三個特徵圖嗎 對不對 最符合XX在哪裡 中間對不對 中間是1 剩下的地方都是不重要的數字 對吧 那最符合這個的呢 兩邊 對吧 可以嗎 最符合這個的呢 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我喝個水了 等一下 好 那我們 做了卷積以後 我們是不是就學會模擬眼睛了 好 模擬完眼睛之後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卷積啊 它是不是有點像這個沉積 先沉起來再累加 這是不是向量內積 這是向量內積 向量內積 是不是相當於矩陣的乘法 可以嗎 所以它是可為的啦 基本上我們先證明一下 它可為 可是因為它是矩陣的乘法 所以說 它要不要做非線性轉換 要 因為不做非線性轉換 矩陣連乘 相當於乘一個矩陣 所以做完卷積之後 我們要做非線性轉換 做完非線性轉換以後 因為我們剛剛是全局掃描對不對 全局掃描 像這個XX 這個其實就是一條線嘛 對不對 我們這樣子訊息是不是太重複了 這邊有兩個點都是1 這是不是訊息太重複了 反正就是這裡有嘛 對不對 所以周圍我們會對它做Pooling Pooling什麼呢 我們把解析度降低 舉例來說 這樣一張4乘4的特徵圖 我們可以只留下 以2乘2的Pooling Kernel 然後去做這個 去做這個Pooling 那Pooling完之後結果 我們會只留下最大的數字 所以這樣子Pooling完之後 我們會只留下6、8、34 這樣可以嗎 Pooling相當於把特徵圖再降解析度 為什麼要降解析度 因為本來 如果我們今天舉例來說 我們隨便講個例子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一張圖 然後我們要找出人臉在哪裡 那真正的人臉附近 周圍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數字 會有很多個很高的數字 那我們把它整合車 拿出個最高的就可以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樣瞭解卷積是什麼了嗎 好這就是卷積神經網路 就是裡面有卷積器的神經網路 卷積器是模擬我們眼睛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所以如果今天你們研究什麼東西 研究很有趣 就要研究嗅覺好了 你們想要模擬嗅覺神經元 那也可以 有沒有人現在可以站出來講 嗅覺是怎麼運作了 蛤 化覺分子 化覺分子 真的嗎 阿嗅覺受體有一對一嗎 有 有 嗅覺受體 嗅覺的受體跟配體有一對一 沒有 你要發現諾貝爾 你要得諾貝爾獎了 嗅覺沒有一對一阿 嗅覺受體很不專一耶 好啦好啦 我們不要 我們現在沒什麼好吵這個了 回去看如果知道了 沒關係 我們繼續 嗅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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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能夠弄清楚 嗅覺 嗅覺 你如果能夠弄清楚他的機制 你會發現嗅覺的課很少 那是因為他的機制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現在就可以很明確的講出他的機制 我先幫你報名生理學諾貝爾獎 好不好 這真的是很難阿 好不好 我知道他很難 那像味覺的話是比較的 味覺比較清楚啦 嗅覺受體又很多 然後又不專一 專一的很少 10%以下 講這個沒有意義啦 我只是說如果你們對某一個 人體的感知啊 研究很透徹你們搞不好可以把它寫進神經網路裡面 對不對 就來說謝斯伯就是這樣發明了以後 以後就有一個叫世伯神經網路 聽起來有沒有很屌 有沒有很屌世伯 你要不要來發明人家世伯神經網路 路漢場是不是 很清楚啊很清楚 好我們繼續 那我們這個卷機器 它如果我們持續堆疊的話 它實際上在做什麼勒 實際上啊就是 假設我們卷機器最開始是變成初級特徵對不對 可以把卷機器 開始變成初級特徵嘛 初級特徵 舉例來說初級特徵是眼睛 鼻子耳朵手掌手臂 那第一個跟 那如果我們要辨認人臉的話 是不是我們可以把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特徵圖中 比較數值比較高的地方 因為人臉一定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嘛對不對 數值比較高的地方 是不是就代表人臉 我們就可以再做一次卷機 我們就可以找出人臉的位置 這樣喔 像 辨認這些東西就是第一層級的卷機 辨認人臉就是第二層級的卷機 這樣知道嗎 好 那 第四張跟第五張特徵圖 是手掌跟手臂嘛對不對 那 下一層級的卷機 是不是就可以辨認出手的位置 那你有了第二層 第二層的卷機 有人臉 有這個 有手臂 那你現在在第三層的卷機 是不是就可以把人在哪裡給辨證出來了 所以卷機神經網路透過不斷的堆疊 我們可以從簡單的線條 到高層次抽象的概念 都可以把它定義出來 這樣知道了嗎 這就是卷機神經網路厲害的地方啊 誒請講 有些東西這個變化很大 像什麼 像手 各種知識角度 各種知識角度 誒這個 來 神經網路在做什麼勒 就是 你看你人人可以分辨 人可以分辨 人可以分辨 機器要怎麼樣讓他分辨 我們就是把人的過程通通都模擬下來 接著要參數嘛對不對 你 我們理想上啊 我們的人應該是 這個 我們那些參數啊 應該就從我們出生之後 就開始一直在被訓練 所以我們現在辨認手 任何知識都可以 以 你要訓練AI呢 你就準備各種知識的手 給他訓練 給他久了以後 他一定可以看得出手在哪裡 這樣知道了嗎 因為你只要把整個過程 設計的符合生物 符合我們人 那理論上他應該就可以做得出來 好啦 這個在數學上有其他的名稱啦 好不好 我們定義出一個神經網路 他有能力擬核近似任何函數 那他就可以做出完美的預測 這樣知道了嗎 好我們只是現在這個設計這個 擬核任意函數的這個大預測函數 我們現在喜歡用這個 跟生物去 跟生物去設計 因為生物做得到 所以我們相信 我們如果把東西設計跟生物一樣 就也做得到 這樣懂意思嗎 他的邏輯是這樣來的啦 好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要用卷機神經網路 來做手寫數字辨識 好我們繼續 在1989年的時候 就是老師出生的那一年 這個 Yung Lecuin 這個人啊 今年也獲得了 今年的圖靈獎 好不好 跟Griff Hinton一起得到圖靈獎 這個人叫 卷機神經網路之父 他在1989年的時候 提出了卷機神經網路 並且拿來做手寫數字辨識 至於那個手寫數字辨識的dataset咧 就是你們下載的那一個 好不好 那 他1989年就做出來了 所以我們要跟上一下時代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咧 首先先把data讀進來 欸對我看到你們很多人喔 就是 就是寫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語法都不清空 建議你們可以清空 因為這些語法都沒有必要留 這樣子啊 要留的語法我會告訴你們 好來 首先先把data讀進來 這個讀data這件事情 我們第一節 我們上一節課是不是練習過了 我們上一節課是不是練習過了 好讀完之後 讀完之後 這一串語法在幹什麼咧 就是把我們的 這個 我先library open image 就是把我們的這個exit 轉字成 跟剛剛一樣28x28x1x4200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現在來做一個 的image show 這是不是就是我的1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的第25張圖 這是不是就是我剛剛那個2 這樣可以嗎 我這個過程跟剛剛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喔 唯一有差別的是現在我要做10個數字對不對 我要把它轉字成 那個 我要把它轉成0跟1之間的coding 所以我這個y 它的dimension 是10x4200 如果你問第一個 數字是多少 這個就是代表1的意思 這是0123456789 這樣懂嗎 所以如果我想要看它 第25個數字是多少 它就是001 這樣就是第二個數字 數字2 這樣可以嗎 從0開始到9 這樣的意思就是數字2 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好不好 我們繼續喔 怎麼產生那個的 你就用這個就好了 這個不重要啦 因為 這並不是我們今天的核心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可以這樣做就好了 好 然後 我們繼續 把資料拆成training set跟testing set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我們在做 我們要做卷積神經網路之前 我們要先把x這個矩陣 減掉平均數 再除以標準差 為什麼要這樣做咧 你們可以不做看看 你們會發現根本train不起來 好不好 卷積神經網路根本train不起來 為什麼train不起來 不是它現在是0到255 如果你不減平均數 不除標準差 它就train不起來 為什麼train不起來 為什麼train不起來 要不要 有沒有人要給出一個合理的答案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難 因為卷積神經網路你們才剛學 給大家一點提示 我們來看這一頁 來 看上下這兩個卷積圖 好我來講一下答案是什麼好不好 因為 來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上面這張圖 上面這張圖 我xx是1 然後這裡全部填滿1 我九格子都是1好了 卷積出來的答案多少 5 對吧 那我如果 那我如果 我是xx 這裡是 0 卷積出來的答案多少 還是5 那我怎麼辯證它到底多符合xx啊 有cash到我的意思嗎 你知道差別在哪嗎 一個有複數一個沒複數 你有複數的話 你有複數的話 你不滿足那個 你不滿足那個 卷積器預定的形狀 如果這裡有複數 然後這個卷積核也有複數 這樣子是不是 就是你要複跟 你複的就要對到複的 正的就要對到正的 這樣子卷出來的數字才會大 你如果其中 卷積器當然 因為它的質疑就是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它本來就會有複數了 如果你的圖 是沒有複數的 它train起來就會 非常的困難 這樣知道嗎 好 我跟你講啦 不過不是不能train喔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做錢處理喔 只是它需要更高級的 這個處理技巧 就是你要對 卷積神經網路要更熟 所以原則上 我們要在做卷積神經網路的時候 都是減掉平均值 再處理標準差 這樣最簡單 這樣一定不會錯 這樣懂意思嗎 這叫前處理 圖像的前處理 接著 把training sample 把它抽出來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嘛 對不對 training sample抽出來 然後把training set training的X 跟training的Y 把它定義出來 test的X跟test的Y 把它定義出來 這邊複製貼帳 你就可以得到了 好接著 就是把train的X 拿來做預測 把test的X拿來做這個 把train的X拿來做訓練 test的X拿來做預測 這樣知道嗎 這個是如果你想要把 剛剛的這個檔案 把它寫出去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函數 不過我覺得這個不重要啦 好不好 我們可以跳過 這個下面這個部分可以跳過 只是教你怎麼寫出檔案而已 寫出training sample跟testing sample 好我們繼續 我們來把我們定義 我們的模型結構 這個模型結構複雜了 要好好看 Data進來之後 我們先經過第一層卷積 第一層卷積 它的kernal size 5x5 用5x5的卷積盒 去做卷積 幾個fighter呢 10個fighter 卷完之後 這個東西叫convolution1 這樣懂意思了嗎 convolution1 經過飛船運轉換 飛船運轉換 用ielu這個函數 radio就是小於0的變0 大於0的留下 然後接著 再pooling pooling的時候用2x2的pooling pooling kernel 然後去做pooling 那這樣就變pool1 pool1之後 再經過一個convolution 變成convolution2 convolution convolution它是5x5的kernal 20個fighter 變成convolution2 然後再過來變ielu2 然後pool了之後變pool2 然後接著後面就是folding connected 這裡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學問 我東西換換也可以 然後再堆疊一兩成好像也可以 對不對 可是啊 你當檔案是可以 可是我們來好好看一下 它的實際意義是什麼好不好 來來來 首先一開始的時候 原始圖片是不是28x28x1 經過10個5x5的卷積器 所以有10個特徵圖對不對 這個特徵圖的size是多少 是24x24x10 知道為什麼會降尾嗎 卷積特徵圖之後會降尾喔 這樣知道嗎 會減少一些 我不能講降尾 會減少那個長寬 你本來是5x5的一個圖 被5x5的卷積出去之後 是不是就只剩一個數字了 所以5x5的卷完之後 會變1x1 對不對 6x6的被5x5卷完 是不是變2x2 所以永遠會少4 這樣知道嗎 你的kernal size是多少 永遠就會 那個卷積 卷積完之後特徵圖 就會少那個東西-1的size 這樣可以嗎 所以28x28x1 經過10個5x5之後 會出現24x24x10 為什麼10 10個特徵圖 可以接受嗎 接著10個特徵圖 經過redu redu不會改變維度 對吧 所以就24x24x10 10個特徵圖 經過pooling 變12x12x10 這樣可以嗎 12x12x10之後 然後 要經過20個5x5的卷積器 那 它會使圖片變成20張 就是8x8x 這也是20不是520 這樣可以嗎 這是20喔 這不是520喔 接著8x8x20 經過redu變成8x8x20 接著再降為4x4x20 這樣可以喔 接著把它壓平 壓平之後變320個數字 320個經過150個 這個150個4D connected 這個就跟前面那個IRIS的model一樣喔 對不對 就是堆疊4D connected 15個做完redu之後呢 再產生10個數值 再經過softmax輸出 就是10個類別 這樣知道了嗎 好 記不起來也無所謂啦 反正 這個 欸 你們做完這個手寫數字辨識之後 這個東西就可以忘掉了 然後 如果你們想要深入研究的話 這個博士班的課 這個 這邊其實還蠻複雜的 就是網路要怎麼設計這樣子 你會發現它變化有點多了 對不對 好 我們繼續 接著這就訓練 好在訓練的時候喔 各位 你們就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 這個是用CPU訓練 那這個 像我是用GPU嘛 對不對 我們就好 我們就請大家看我一次 用GPU的速度 好不好 然後 注意喔 這兩百萬的機器 好不好 你們 你們記住我現在用GPU喔 你們是用CPU喔 然後你們感覺一下我的速度 然後你們 等一下 你們就可以感覺一下自己的速度了 好不好 來看著喔 這是我的速度 沒什麼感覺對不對 等一下換自己的之後你們就知道了 讓你們感受一下錢的味道 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預測的準確度 預測的準確度我們就不管啦 就是用LENET MODEL 然後來把TESTX放進去 後面的過程跟前面一模一樣 我們把它複製貼上 好 準確度 百分之九十八點零 看起來還不錯對不對 好 現在 應該 我看一下喔 應該就是交給你們做了吧 後面沒有了吧 我看一下喔 後面第四節 我 我在做的東西 後面第四節齁 我示範就好了 基本上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因為手寫的數字辨識你們 再怎麼會做也沒有意義啦 就是你把這個圖檔讀進來 你把這個 真實的數字讀進來之後 你再用LENET MODEL 這個MODEL來做 我現在真的讀一張圖片進來喔 這是 應該是在Lessensory裡面 好 可是你要用小畫家畫 你必須是28x28的Size才可以啊 不然你就要用Resize 這樣懂嗎 好我現在讀進來之後 這是我新的數字 我現在拿 這新的數字是一個8碼對不對 我把LENET拿過來預測 你看準不準 欸 好像還可以欸 欸我本來期待是不太準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還沒做前處理啊 欸我讀進來之後 我可能沒有做前處理欸 對不對 我應該要做前處理啊 我應該先 我讀進來是0到1之間啊 我應該先 我讀進來是0到1之間啊 我應該先乘以255 再減掉34 再除以78 這樣子我再做一次Predict 應該會得到更準的數字 看到了嗎 這樣懂意思了嗎 只是剛剛可能這個0到1 它可能還是有點 你圖像有做過前 你在訓練的時候有做過前處理 你在預測的時候也要做前處理喔 這樣知道了嗎 可以嗎可以理解邏輯齁 好 接著 這一課基本上就上完了 我們來做一下練習 把這一課做完 後面這兩個部分不用做沒關係 第四節這兩個部分不用做 你需要把這一個 Confusion Table把它做出來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這一節課就到這裡 我們先開始